喂 笑笑 怎么了 丽景春就要跟温软订婚了 就在今天 这个狗渣男 你们才离婚几天啊 这些事都跟我没关系了 笑笑 你也别管了 你就安安心心养胎吧 三连姐 快跟我走 去哪儿啊 去把我哥抢回来啊 这几天我哥一直心虚不灵 药量也增加了不少 还经常断断续续的喊你的名字 他可能要想起以前的事情了 真的吗 对啊 我们赶紧走吧 算了 他都和温软订婚了 我不想跟他产生任何关系了 之前他是被温软骗了 你现在过去 他看到你一定会想起来的 是森姐 我哥他一直没有忘了你 他只把温软当成了你 温软喜欢穿白裙子 喜欢吃辣椒 喜欢看悲剧电影 可是我们都知道 其实是你的喜好 可是 别可是了 森姐 我们就过去看一眼 要是他没想起来 我马上带你走好不好 好吧 那我们就看一眼 嗯 你 嗯 不然 我们都回过这不久了 现在你都成了 众所收拾的立太太 我们家景楠呢 你答应我们的事 准备什么时候办呢 今天是我的订婚宴 还有很多宾客要招待 别来耽误 不行 现在说清楚 必定是我 让你坐上立太太这个位子的 我们家景楠 哪里一半家产 不是很过分吧 一半家产 你胃口未免也太大了吧 我只答应让李景楠进立家 别的想都别想 不是 这是我们景楠应得的 不同意 你可以 我把所有的真相都透出立即成 大不了张就一拍了善 哼 你 你先别急啊 我倒是有个一劳有佩的东西 什么办法 想威胁我 不可能 竟然这家伙跑哪儿去了 说带我去见李景楠 怎么一进会场人就不见了 温泉 你 温泉 你 郑收生 你来得正好 救命啊 来人啊 杜收生杀人了 救命啊 静晨 当我看到 郑莲阿姨和杜收生的真好 杜收把杜莲阿姨推下楼了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 要不是我今天所见 今天阿姨就去帮我说几句话 你继续这么见讨 静山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别想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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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快到一声过来 静儿 你相信我 你的妈妈真的不是我追下去的 孙子姐 我相信你 但是我得先去看待我家 好 是吗 是吗 苏彻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朋友跟我说你出事了 我就过来看你啊 对不起啊 你那天在医院的事了 好了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我知道 你是因为怕李锦琛针对我 好了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好不好 你饿不饿 我想先去趟医院 锦岚说 李锦琛可能想起来 有点什么事 我想去找她 锦岚 李阿姨怎么样了 杜春生 你还不死心 还想害羞梁阿姨吗 杜春生 我还没找你算着 你自己还能 锦琛 真的不是我 你相信我 你不是已经想起来 我们之间的事了吗 你在胡言乱语水呢 你又想说你当初救了我 锦岚 你不是说 可能是我妈出事 又刺激到我哥了 深深姐 别着急 杜春生 你刚跟锦岚离婚 又跟锦岚走得这么近 你就算想当那太太 也不如 立下全是对你而言 就那么重 哥 是我把深深姐叫来的 你别这样说她 锦岚 杜春生把秀莲阿姨 害得那么惨 你还帮她说话 就不觉得对不起 秀莲阿姨 事情还没定论 我相信深深姐 那你相信杜春生 就是不相信我了 变成出国远近 雷是家属 我是 待会再跟你说 杜春生 就算是我做的 锦岚离婚会相信你吗 别自己欺骗 顺岚离婚 我们回去吧 雷锦岚离婚如果记得你 又怎么会这样对你 只要不接喝 就准你 不信我 你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不信我 我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会这样 你怎么会这样 我怎么可能害他 你以为我跟丽景琛一样出来 会被你这样的女人反复 我告诉你 五年前你诱惑我妈 方妮 她我们被爷爷赶出了国 你以为这件事只有我妈知道 我告诉你 你做的所有事情 我们都留有真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要丽景琛的一切 你休想 就凭你 你想跟丽景琛抢东西 这不是还有你吗 现在他这么相信 只要你听我的 就没有什么办不到 当然 你也可以选择我逆我 这样 我们就一起死 景琛 你刚才去哪里 哦 就去一趟卫生间 对了哥 微软姐说最近工作比较忙 要不我去帮你 等你忙起来再说 静琛 医生也说了 秀莲阿姨的情况不太好 不如就让简兰先去公司 也能分散点出一力 省得她太难过 仍然什么时候这么关心简兰呢 简兰呢 怎么了 我们马上就要成为一家人了 怎么看见我像看见鬼一样 你要进公司 我已经帮了你忙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这就要帮我了 我妈可是还在医院里躺着呢 我能力有限 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 很简单 你帮我在丽锦琛和苏智集团的合同上 动点手脚 丽锦兰 你疯了吗 景琛对待工作一向谨慎 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你放心 他很快就不会这么离子了 景琛 你回来了 嗯 怎么样 阿姨还没醒吗 我妈的情况隐区稳定了 应该很快就醒了 有人上楼了 游戏现在开始了 现在开始了 哈哈哈哈 舍舍你的快递 这不是温暖那间闹市的金库录像吗 不是被李锦琛抢走吗 怎么还回来了 进度调侃是完整的 晓晓 觉得李锦琛可能不知道 金库录像带的事 他不知道谁不知道 真的你有想替他开脱 不是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李锦琛的话 他肯定不会装傻 害怕不想再寄给你 景琛 你看杜琛琛 群尘恶煞的样子 好可怕 杜琛琛 谁让你走 李锦琛 你那天你付电的监控 我希望你起诉我之前 先把视频早点删除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起诉你 您希望 我希望你所做的事情 心里的事情要清楚 我什么时候说我要信心的 杜叔叔 杜叔叔 你往外边 赶紧我闻成圈 昏软 原来那天给我发律师函的是你 什么律师函 我 哥 我妈醒了 Dia 你醒得更好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马上就能知道了 温软 走吧 阿姨 阿姨 你们哪里不舒服 很好吧 就是 头会也变成 杜伦 你怎么不说 我 你最近不是很没说吗 我现在怎么不说了 李阿姨 你好好想想 那天在楼梯口退影的人 到底是谁 想想那天在楼梯口退影的人 到底是谁 哎呀 你们别逼我了 我想不起来了 杜叔叔 明明就是推了楼梯阿姨 你还不承认 楼梯阿姨 你再好好想想 哎呀你别逼我了 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我 姓森姐 我妈现在想不起来 可能过段时间的时间了 我们先出去吧 我头好脱 对 对 阿姨 你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需要 让启南练修 好 你先忙哈 景晨 你放心吧 有我照顾修莲阿姨呢 修莲阿姨 你头还疼不疼 要不要喝点水啊 温柔 温柔 那个下手真够狠啊 嗯 你还记得啊 不是景南 让我不出穿了 老年早就掐死你了 居然敢推我 对不起修莲阿姨 我 我当时太心急了 你知道大印 景南做什么事了 明天你要是做不到 我把所有真相 全部告诉你景晨 嗯 我 我知道了 所有真相 全部告诉你景晨 你最好像你说的一样发脱 别到时候拿你肚子里 你的小畜生 你平时跪 景晨 你是在看那个录像带吗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景晨 我知道 那些的事我也有错 我承认 但我 但我就是太高兴了 五年了 我们终于在一起了 景晨 我知道 我不该得意忘情 不该在杜生生面前炫耀 但是无论怎么样 杜生生不能动手打我呀 杜生一直很贵这个孩子 你怎么 我就是怕他利用这个孩子 再次把你抢走 我只是这样而已 那杜生生说 你发律伤给他 那又是怎么回事 我就是太气不过了 景晨 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 我真的知道错了 没事了 你先回去吧 然然 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 能安照我 景晨 都一个多月了 李阿姨好点没啊 还没有 不过你放心 等我妈好了 一切就能水流死出了 盛盛 你就别管李家的事情了 你看看你 你还是多关心你自己的身体吧 宝宝都五个多月了 你可越来越瘦了 哎呀 当妈妈的嘛 怀孕很辛苦的 哎 晓晓 你就这么久了 肚子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是啊 诈呼好几次了 刺我了都 晓晓 你陪陪盛盛啊 我公司还有点事情 我先走了 好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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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倒胎,你上位,你跟他又有什么区别? 我不会针对深深姐啊,现在历史我哥长胎,到时候孩子出生了,温软肯定会对孩子出手吧 我会带出生孩子走的 你又能走到哪里去? 你们书家这里再大,没有我们立家大 想想吧,赶好联系我 别到时候拿你肚子里那个小畜生,五瓶子贵,小畜生 小畜生 你这事怎么回事啊? 我感觉有点乱,很多事情我想不明白 你最近情报很糟,到底发生什么了? 我觉得,甩然有点奇怪 他以前不喜欢解案,但最近总是在外面解案手法 我还看到他 骂多人生想要是小畜生 这人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 这些我都听笑笑说了,还问你清楚的事啊 这件事就更乱了 多人生和老人各执子 楼里也没有监控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相信不是多人生干 那你觉得,是不远?